他说,你明天到什么地方去? 小孩子问道,能去多远的地方就去, 只要风转向的时候能回得来就好。 我想在天破晓之前就出发, 我会设法让我的船开远一点。 男孩说,这样如果你掉到一条什么大雨的话, 我们也好帮你的忙。 他不喜欢到太远的地方去工作吧? 是不喜欢,男孩说,可是他看不见的, 我却可以看得到, 譬如我看到鸟在捕鱼时, 就可以叫他追上去捕海豚类。 他的眼力真的那么差吗? 几乎快瞎了,那就奇怪了。 老人说,他从来没有去捕过海龟, 那才真的伤眼力呢。 可是你在蚊子海岸捕海龟那么多年, 你的眼力依旧很好啊。 我是一个奇怪的老头子, 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足够的体力, 来应付一条大鱼? 那我相信没有问题, 而且我还有很多诀窍, 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拿回家。 男孩说,再顺便拿张网, 补些沙丁鱼去。 他们把鱼锯从船上拿出来, 老人把围杆扛在他肩膀上。 小男孩抱着木箱子里面装满了一卷卷结实的棕色绳索, 鱼钩和带饼的鱼叉。 装鱼饵的箱子和一根根棍子一起被放在船尾的底部。 这根棍子是用来制服被拖上船的大鱼的。 照理不会有人要偷老人的东西, 不过因为露水会侵蚀这些东西。 把帆和沉重的鱼线都拿回家去还是比较稳妥些。 老人虽然晓得当地没有人会偷他的东西, 但他认为也不需要把鱼钩和鱼叉留在船上引诱别人。 他们一同沿着路走上去, 来到老人的小屋, 通过敞开的门走进屋内。 老人将卷着帆的围杆, 靠着墙立着, 男孩把箱子和其他语句。